你好 今天咱们聊聊在北京找保姆的那些事 再好的养老院也是高级监狱 你知道吗 豪华监狱 你叫人最需要的什么是自由 是吧 我们为什么跑到这地方来 不是为了自由吗 对吧 所以说你到了住的那个地方去 你的所有的行动 你也都要汇报 对吧 那不又回去了吗 相当于对吧 所以说你还不如找一个保姆 你看你还能找一把当老板的感觉 你这辈子跟人打工 你都没体验到这种感觉 你退休了 你能体验到 你还创造了一个就业机会 你是不是感觉到 时间到了 就是该准备回国了 现在其实也是思绪万千 我们怎么能够安心的 就是说离开 当然如果有兄弟姐妹在的话 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 但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庭 也有自己的工作 这次让我挺安心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找了保姆 24小时住家的 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我们第一个保姆 可是不到三天就给吓跑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想聊一下 在北京找保姆的经历 价钱和他们都 就是说会常出现的什么问题 从中找了一个 比较满意的保姆 他已经对我说的话 说的已经无言了 话说 这在疫情前了 2019年的时候 讲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都听了我都要掉泪 有一天晚上 就是有邻居给我姐 突然发微信说 你爸怎么在院子里 给人家吓晃悠呢 和狗姐吓得 赶快叫我姐夫 开车过去了 到那没多久 过一会儿 我弟弟也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弟弟装了一个 家里的那条摄像头 在厅里头 和我爸爸的卧室里头 这样的话 他就经常会再看一看 然后他就发现 我爸又不在卧室 又不在客厅 所以后来他自己 也大老远了 开车一个多小时 也过来了 所以就是说 从那事以后 我就觉得 他们俩也特别的 就是感觉 必须得有一个保姆 而且得上是 全天能住家的保姆 弟弟和姐姐跟我爸说 但是我爸基本就是 甭给我提这事 我才不会找人来呢 我完全可以自己 干这干那 这就是一个阶段 你知道吧 这样因为疫情呢 又把这个事给耽搁了 直到2022年 后来结封了以后 因为这个疫情 造成了我爸身体 严重的衰老的 非常厉害 尤其是记忆力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你知道吧 我姐姐退了休以后 几乎就跟我爸这 几乎是全职上班了 天天都要来报到 他也快崩溃了 所以我们就这个 必须要赶快找 北京的市场价 是什么样的呢 因为价钱呢 是根据你这个老人 或长辈啊 他是不是能够 自理来决定 是能够完全自理呢 还是能够办自理啊 还是完全不能自理 这价钱可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自己能吃饭 不用喂饭 能够自己上厕所 大小便 能够出门 能走路 不用服 这都叫能自理啊 所以照这情况下 我爸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最后找的全天 就是你猜多少钱 北京包 我是这么算的 我是现在在美国 计算北京包的价钱 是吧 因为我们美国要找一个 我前面看了一些视频啊 3500到4000美元 住家包 至少是这个数 所以说你在北京呢 我认为1000美元左右 就应该不错了 我们家是在北京郊区啊 实际上我们最后找的保姆 大概就是5200块钱 到哪里找这么大 是啊 其实对 其实我开始这个点 也挺迷惑的啊 然后其实中国这几年呢 家政公司非常的发达 就我们这个北京郊区吧 就有很多家政公司 家政公司也有网页 所以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你要找保姆啊 一定要通过家政公司 我告诉你有三大好处 最大的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换人的 你知道吗 第二点就是呢 他会就是说 根据你的需要 给你提供这个 每个人的资料 带照片 介绍他的那个什么 有什么爱好啊 擅长做什么什么的呀 然后还有前面人的评语 有点像相亲似的 你知道吧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头挑 你再怎么挑 或者你去面试了以后 你很难知道 真正他跟你家里的人 相处以后是什么样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能换 是非常有用的 你知道后边 我们就用到这点了 而且他是不限次数的 不是说你换了两个三个以后 就不能再换了 你可以一直换下去 直到你这个 比如你签了一年的合同 这一年之内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换 只要给个理由 家政公司有自己的宿舍 然后呢 他还有一定的保险 我听说的意思是 他有大病保险 然后呢 如果有什么纠纷的话 有个中间的这个协调机构 还是挺好的 家政公司呢 拿保姆一个月工资的20% 也就一千来块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服务 这个有家政公司 还是非常可靠的 又核算的一个渠道 你们挑了半天 怎么那保姆三天就跑了 是啊 我们第一个保姆啊 挑了半天面向啊 我们就是我们也没什么经验 我感觉 我姐姐就是先就是第一天带他一下 然后就就走了是吧 然后呢 第二天呢 就听他说 这个我爸经常夜里起夜 然后饿了 要吃了东西 然后呢 这个保姆就说 哎呀 我这个有点睡不好觉 我们以前也不知道这个事啊 后来呢 就说 哎 那个什么 好 那个我们就去买点糕点吧 这样呢 只要你就不用热饭了 第三天呢 半夜 他就给我弟打个电话 然后还带了这么一个视频 我爸不仅起来要吃东西 然后呢 跑到梁台上去 开开门啊 那个挺大的梁台 梁台上面还有一些花啊 一些家里有些什么东西 我爸就蹬着蹬着爬高 然后他怎么 这个女的就说 这个这个保姆怎么拦也拦不下来 他说给他吓死了 他说怕老人摔了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们白天还特意跟他解释一下 就说 你的责任主要是保证老人的安全啊 尤其是不要摔跤嘛 所以这保姆说 哎呀 这不行啊 这两天了我都睡不好觉 然后你这大晚上的还去爬高 哎 我负担不了这个责任 我得要走了 我不行 我干不了这个活 所以因为这个就不行了 这个事完了以后 我们就有点反思 我说到底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改进的吗 后来我们就想了半天 把门都上上锁 但是呢 你说老人夜里老起了 这怎么办呢 几乎是两小时就要起来一趟 我不知道你别人家里 有没有这个同样的问题 后来我们又挑挑挑 挑一个人呢 是北方的 擅长做面食 然后呢 晚上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采取这些措施 就希望这个保姆能够睡觉 不太敏感 哎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我自己住在厅里 我让他住的那个男屋比较好 那屋里都可以关门 后来我就发现 这保姆很神是什么呀 我爸起来吧 他好像就好像 我就感觉就像小兔子 竖起来耳朵一样哈 然后如果我爸上完厕所以后 按照就是没到没到一两分钟 然后就回到自己屋睡觉了呢 哎 他就不起来了 但如果我爸有时候不回去 跑到厅里来 蹭蹭蹭蹭走路的话 他就会起来 我觉得在厅里吧 至少第一次晚上的时候 我就基本上没睡 我就觉得我老板竖着这耳朵 要听哈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我就看这个这个保姆就起来 然后呢 就推我爸 去那屋睡觉 去那屋睡觉 哎 这样我爸就OK 他关上门 但是我就不知道 他耳朵怎么那么灵 我觉得这一点呢 真的是非常难得 哎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大幸运啊 这次我回国呢 跟这个保姆 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嘛 听他聊一些事吧 几点起床 几点做饭 几点吃饭 几点扫地 几点吃药 都是非常规律的做 你知道吧 然后人家还有特定的时间 他自己刷自己手机 而且我知道 他们刷手机哈 还能赚钱 还有两点哈 他挺好的地方 他还挺会察言观色的 就我们三个孩子 有时候在家吃饭哈 他也知道 比如说 有些人不吃 呃 葱姜蒜 他就不放了 他做菜的时候哈 你比如说啊 我回去以后没多久哈 我在 我就想给我爸洗洗脚吧 因为他呢 一个礼拜才洗一次澡 现在保姆呢 是个女的嘛 对吧 他一般的还不太 最开始他其实有点发怵 就是伺候个老爷子 你知道吧 所以呢 我们就没要求他洗澡 所以洗澡都是我弟弟 每次周末回来才能给他洗 洗完脚的时候 结果我就发现什么呢 哎 结果爸那指甲都是 棕黄色的 你知道吧 实际上那就是灰指甲 你知道吧 就买药 哎 然后我就洗脚 给我爸抹药什么之类的啊 你知道 后来我就想 哎呀 这个东西需要天天做 我在这就这么短时间 我当时其实心里就有点嘀咕 这个事情哈 但你知道吗 非常好 这个保姆就是很主动 第二天就是说 那个 我说要洗脚了 他就说 他就去拿盆了 然后他 他就是说 哎我来做 然后他说 你看着我来做吧 基本上他就能重复 我昨天做的过程 哎呀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谢天谢地啊 这保姆还是自己 挺有眼力见 然后还挺主动的干活 我们在的时候 当然保姆都会表现的 很好了是吧 回来以后 我也装了一个 那个应用软件哈 所以我也通过摄像头 能看到厅里头 我看他是不是 天天给我爸洗脚 那会儿啊 是不是天天抹药 然后呢 哎 真的是他这么做了 至少做了一个 一个来月啊 发现他在洗脚的时候 实际上我爸还挺不好意思的 我爸说 哎呀 我自己洗 自己洗 然后呢 他呢 还跟我爸斗 然后呢 还跟着我爸 唱点歌 因为我爸现在还能 记住几个老歌 然后有说有笑的 哎呀 真是我看了 你知道我真是觉得 好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 你知道我这个感觉哈 我们老了以后 真的得有个 有一个保姆这样的 真的有这么个人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爸 就是心情现在好多了 然后很多问题搞砸了 就是因为这个子女 给老人找了个保姆 老是让人家把他 把你父母当父母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你对你老板当父母吗 我就觉得找一个保姆 只要尽职 对得其他份钱就行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我爸 现在嘴可甜了 然后性格特别好 比如说啊 有几次我都很感动 他往那躺着去睡觉了 我就给他盖了个被子 然后他就眼睛 眨巴眨巴的 看着我说 你真好 谢谢 经常跑到厨房 保姆在做饭的时候 辛苦了 然后呢 看他做了一大盘饺子的时候 然后说 哎呀你包的真漂亮啊 竖个大目鸽 吃麻麻香 你想想这种保姆 能不高兴吗 是吧 是不是做老板这种心态 就比较容易好啊 但是哈 这中间其实是经过磨练的 你知道吧 现在我讲一下常出现的问题啊 还不在保姆这边 实际上在老人这边 因为像我老爸哈 就是说 从来都是自己独立惯了 勤劳惯了的人哈 他特别不能接受有人来 你知道吧 我们是脸哄呆片呀 软硬兼施 就说哎呀 这是什么亲戚啦 要不是你来帮助这个人呢 他现在没家去了 你怎么着怎么着的 不然我爸就一到傍晚的时候 就要赶他 你知道吧 我听说这个反来复去了 好长时间 吃完饭后去散步 到医院的门口那儿 我爸就说 哎我就能给你送到这儿了啊 你回你家啊 然后我回我家了哈 再见啊 你知道就这种的 然后那保姆就说 其实真的 这保姆心里也得比较强大一点啊 哎呀 有几次我还听说 我姐姐说 我爸也偷偷说说 就是好像骂那保姆就说 哎呀 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怎么到底不回自己家呀 怎么老赖在我们家里头啊 知道吧 其实我爸是个非常温和的善良的人啊 但是有的 我可听说 有的老人 打拐棍打呀 你给我滚 什么这么 要不是你做什么事不合适 就找茬吧 反正就是赶保姆 这种事情挺多的 你要想留住保姆啊 这三点你一定要注意 第一 当然是工资了 对吧 像能够自理的 实际上多数起价 现在是5000 在我们那个地区啊 然后呢 我们就给他加200块钱 就5200 这样的保姆 可能心里就高兴点啊 还有呢 就是说让他干的什么工作呢 也得事先说好 你知道他就给我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他去了一个某一个人家 是个比较年轻的个女的 雇他 但是他去了不到一个月 结果那女的就生孩子了 然后就说 哎 你能不能顺便照顾孩子 因为越少 他一个月上万 你才给我4000 你别人说我不会 我就会的话 我肯定我也不给你做 是真的 对吧 第二 就是说你一定要尊重这个保姆 他就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他举过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有一次 那个那家人吧 特别爱买水果 特别多 有一次呢 有些苹果都快要坏了 就给他一个苹果 然后他就吃了 然后老太太就是说 哎 你怎么吃苹果了呢 那个他说 哎 你刚才不是让我吃了吗 什么之类的哈 后来老太太就是说 yes你 当时他都很惊讶一下的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老太太的女婿也在那 然后他说呢 哎 他说老太太嘛 就是说有时候记忆不好啊 说说话这样的 他也都不在意了 可是问题是在于什么呢 晚上这个女婿把这个事 给他那个女儿学了一遍 结果这个女儿在厨房里头 狂笑了好几分钟 说止不住 就啊 那就是那么笑 他就说 他说他自己心里就很受刺激 你知道吗 后来他就辞了 第三点呢 我觉得还有就是说 你最好这个生活习惯呢 是匹配的 当然这个不一定有 因为你家里的生活习惯 你知道哈 你找了什么保姆 我这个有的时候真的也得是看运气 如果不合适 那你就去换哈 他跟我讲呢 去有一个人家 他说哈 那家就整天吃面食 那家也不是没有钱哈 可是呢 还给我就给我半个馒头 我吃不饱肚子 然后我还得出去 我就后来偷偷出去买点撒起码哈 北京撒起码 是 我就说 哎呀 还有这样哈 你说一出门 我觉得我们家一四圈 到处都是做吃的 而且都很便宜哈 他说他刚才那个前几天还都忍着 但是他说这样熬了半天 我实在熬一个月 我不能干了 这样的话 我活不了了 都这样的 所以呢 这我觉得也是个特殊的极端的例子啊 我听我姐姐我弟弟说 你知道吧 国内有很多 也许你们在视频上 其实我都看过 有几个视频 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子女不回家看的话 光把老人交给保姆 你知道吧 很多时候这个保姆 真有可能就了 上房接瓦都很有可能 是吧 有的就是 我看有的说虐待老人 不让他吃饱 还有的保姆呢 就是说 在家里偷着拿东西啊 什么之类的 还有保姆 尚未成了你的后妈了 所以呢 怎么说呢 所以就是说 他们说你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能让他觉得 你把他当真正的 就那种朋友的哈 所以其实还就是像 你在单位一样哈 当领导的跟当雇员的 也不能走得太近了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你要找这个保姆吧 我觉得找的时候啊 这是找的时候 要挑什么呢 这个人不能太活跃了 太爱玩的人 不行 他以前照过一个老人 那个老人腿脚就不好 然后住到五层 然后他就说 那他就将近半年都没下楼 因为菜也不用他买 我说那你都能忍受啊 他说没什么呀 我什么都可以 所以他是个很宅的人 所以这样就没事了 所以要是像我这种人 那肯定我受不了 我不说 行了 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 或你们有没有替国内的父母找保姆的 欢迎大家在底下分享讨论 这一次回去一大成果 就是终于录了两首吧 最爱唱的歌 给大家听听 一楼四山 红下飞 真棒 两个大巴巴 八音贵 八音贵 一块多香 八一场 一块多香 满下飞 一块多香 满下飞 一块多香 满下飞 一块块 二块 四 mespros 真棒 万一道玲珍 raining 水里 凡下飞 天月 峇西 押水 海月 摄了 海月 怪兜 fruits dopamine b 感谢观看